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分享 首先来自微软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俄罗斯正试图在2024年美国选举前 削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分裂美国人民 破坏他们对民主的信念 然而报告也指出 与往年相比周期内 这两国透过宣传和网络攻击 来塑造美国政治的努力 似乎有所减弱 接下来台湾面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台湾空军在高雄举行了演习 训练军事人员在发生坠机事件时的生存技能 这次演习模拟了恶劣天气条件 并重点训练了水下逃生和降落伞救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 香港股市在重量级保险公司和赌场经营商的带动下上涨 从五周低点反弹 恒生指数上涨0.3% 科技指数小幅上涨0.1% 这场反弹由保险公司友邦保险领衔 其股价上涨2.2% 而赌场经营商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分别上涨1.3%和1.3%和1.5%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间 国际政治与历史秘密交织住无数的故事 从Microsoft的最新研究报告到台湾空巨的生存训练 再到中国古墓的神秘面纱即将被揭开每一个消息都蕴含着深远的意义 据着潘滩走宝Microsoft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尽管俄罗斯正试图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破坏美国对栏的支持 中国则企图分化美国民众并动摇他们对民主的信念 但这两个国家通过宣传和网络攻击来塑造美国政治的努力 在这个选举周期中似乎没有之前那么明显 报告还发现人们对于被深度假影响的恐惧并未成真 相反更简单的手段反而更影响 面对这些指控中刮手网否认了这些指控 坚称中国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另一方面这Pamtime也报道了台湾空军在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下 于高雄举行了一项演习 这场演习旨在训练军事人员在发生坠机事件时的生存技能 模拟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水下逃生和降落伞救援 这反映出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 如何积极准备应对可能的军事冲突 中国是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未排除使用武力将其纳入北京控制之下的可能 而在历史的长河中 South China Morning Posa带来了一则 关于中国古载墓葬的发现 可能很快揭开一个有著2000年历史的谜团 安徽省门墓考古研究所的公西成透录 陶古学家们或许即将确定 东部一个巨大古墓的主人身份 这个被称为吴王墩的墓葬 是战国时期楚国最大的墓葬之一 据推测这个墓葬的主人可能是统治楚国的考虐王 他在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38年间在位 这个墓中已经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 包括青铜器 乐器和雕像 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古代文明的宝贵机会 这些故事无论是来自当代的国际政治角力 还是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历史之谜 都展示了人类文明复杂多变的一面 从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角力 到台湾为自身安全所做的准备 再到古代中国墓葬的神秘主人 每一个故事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 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这条大河的壮阔画卷 在全球经济和科技领域中 各大企业和地区正通过巨额投资和战略规划 从美国的新天制造到日本的数据中心扩建 再到香港股市的波动 我们可以一窥全球进跨界 我们可以一窥全球经济版图的动态变化 首先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的Micron Technology 正准备迎接一笔超过60亿美元的芯片补助金 这笔资金将由美国商务部提供 用于资助国内的工厂项目 这家位于爱达河州的公司 还将获得贷款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此举是在美国宣布将拨款750亿美元 用于贷款和补助金 以促进半导体生产后不久 Micron已承诺在纽约建造四家工厂 但其CEO警告说 这些计划的实施 取决于美国的资金支持 以确保成本效益 此外 日经亚洲报道称 沃尔沟计划在未来10年内 投资超过80亿美元在日本建设更多数据中心 自2024年起开始 这一决定是在美中紧张举张局势加剧之际 处于对经济安全和数据主权的担忧 沃尔沟旨在将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存储和处理在日本境内 符合全球努力确保数据在其收集所在国家管理的趋势 该公司计划主要在东京和大阪建设新的数据中心 并将升级其信息管理系统 与此突实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香港股市的最新动态 受到重量级保险公司和赌场运营商股价上涨的带动 香港股市从五周低点回升 恒生指数上涨了0.3%至16302 69点 而科技指数小幅上涨了0.1% 此次上涨的领头羊是保险公司AIA 上涨了2.2% 赌场运营商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分别上涨了1.3%和1% 然而美团的下跌1.8%和京东集团的下跌2%抵消了一些涨幅 其他主要亚洲市场 包括韩国的卡斯基和澳大利亚的SPEAR SX200普遍走高 这些报道揭示了全球经济和科技行业的几个关键趋势 对半导体生产的重视 数据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关注 以及亚洲市场的活跃性 美国通过巨额投资支持本土芯片制造 展现了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 而Worko在日本的大规模投资则反映了数据中心行业 对于保障数据安全和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重要性 香港股市的波动则展示了亚洲金融市场的活力 以及各种因素如公司业绩和国际关系对市场的及时影响 总之这些动态展示了在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 各个企业和地区如何通过投资和战略部署来把握未来的机遇 无论是在芯片制造数据中心建设还是股市投资方面 这些行动都是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和应对 预示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和发展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界 国际关系和军事合作正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从远东的菲律宾到中东的加沙地带 国家间的互动和决策不仅影响住地区安全 也牵动住全球的合体又发展 本文将带您一探究竟 它是那几件大事如何展现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对抗 首先这滩滩滩则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首次参加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将有超过16700名菲律宾和美国军人参与演习地点选在菲律宾的北部和西部 靠近南海和台湾的潜在冲突点 这次合作不仅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军事演习 也向外界展示了对于维护该地区稳定的共同承诺 此外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揭示了中东地区的另一个紧张点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UNRW的负责人菲律培拉塞尼呼吁联合国案理会确保该机构的存续 以色列要求解散UNRW称其为哈马斯恐怖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定指控该机构的13名工作人员中有12人参与了10月份的哈马斯袭击 美国等几个国家已经暂停了对UNRW的资助 这使得加沙地区的人道规机愈发严重 甚至可能加速饥荒的到来 在亚太地区菲律宾的军事行动也引起了关注 South Thai Morning Post报道 菲律宾军方表示即将举行的巴勒克尘多边海上演习中 沉没一艘退役的中国海军邮轮 并非旨在向任何特定国家发送信息 这次年度演习将从4月22日持续到5月8日 将有来自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多塔十七零名参与者 菲律宾海军唯一的中国制海军资产币 而皮雷卡尔尔被用于沉没演习是非故意的 这显示了菲律宾在进行军事演习时的谨正态度 从这些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间的合作与对抗如何在不同地区展开 并且影响住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无论是在南海的军事演习 还是在加沙地带人道危机 国际社会的每一步行动都牵动住全球的目光 凸显了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和平与发展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和智慧来实现 近日乡党居民需做好迎接强烈雷雨和降水的准备 据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天文台已发出雷暴大风和强降水的警告 预计未来几天内乡党将持续遭受降雨侵袭 甚至可能持续到下周 这场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 将使香港白天主要呈现多云和炎热的天气状态 气温有望达到31度87.8华氏度的高点 而广东沿海地区也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经历雨水和炎热天气的双重打击 一股低压槽将为中国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导致大范围的强降水和雷暴 香港的气温预计在接下来的九天内 将会在24到31度之间波动 与此同时 另一场重要的活动也在酝酿之中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宣布将首次参加 由美国军方主导的年度巴利卡坦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将在菲律宾国内北部和西部 靠近南中国海和台湾的地区进行 参演人员将超过16他、16X、76兵和美国军人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几乎宣称拥有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 并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此次演习的举行无疑将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在当前紧张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自然界的洗礼 一个是人类社会的演练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 无论是面对自然的力量 还是国际间的紧张局势 准备和应对都是至关重要的 香港的居民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 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应对挑战的准备 无论是战胜自然灾害 还是维护地区安全 这些努力都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和支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C4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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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